黄胆 黄色的病 中医呢 黄色分两种 一种是阳黄 一种是阴黄 阳黄的颜色呢 看起来比较鲜黄 比较好治 在十天左右 阴黄 就是黑黑暗暗的黄 这就比较难治了 成因有两个 第一个外来 第二个是内发 基本上会造成黄胆的原因呢 是胃过快 脾过慢 因为丝累积在脾胀里面 脾胀会顶得肿大 顶到胆脂呢 要逆流 跑到肝里面去 造成胃会过快 脾会过慢 脾湿的原因呢 就是这两个